2023全英羽毛球公开赛 昨天结束了四强赛的争夺 国语战绩七胜六负 除内战时与其击败温红阳外 李诗峰 陈宇飞 梁王 何东 贤宇 雅思成功晋级四强 比较可惜的是男双欧图组合 对阵玄冥二老打满三局 决胜局大比分领先的情况下 被对手逆转 女双凡尘组合细败惊恐组合也很可惜 三局都是仅差两分 获胜的场次 男双凉王组合最刺激 再次逆转晋级四强 宇飞也2比0击败玛丽斯卡 复仇成功 意外最大的还是李诗峰 2比0完胜击败安赛龙的黄志勇 首次打进全英一千赛的四强 胜场6李诗峰 21比11 21比11 黄志勇陈宇飞 24比22 23比21 玛丽斯卡两尾坑王场 13比21 21比19 21比18 卡尔南多马丁和继庭周浩东 17比21 21比18 21比15 宝木卓朗小林优无张书贤正宇 21比13 22比20 松本马又永元和可纳正思维黄亚琼 21比13 21比11 金子又树松油梅左季赋长 五合冰胶 12比21 11比21 戴资营王质疑 19比21 12比21 山口倩刘宇晨欧选一 21比16 19比21 19比21 阿山塞地亚万臣清晨贾亦凡 21比19 20比22 22比24 清朝印孔熙荣李温妹刘玄选 14比21 21比18 12比21 乔利普莱拉内战 1比1 10与其 21比9 21比16 翁红阳外协会的场次里 李子佳击败奈良港工大晋级四强 状态有所回升 一直被场外因素困扰的辣子鸡 这次终于不负众望 同样状态回升的还有安东森 三局击败金婷 都是夺冠热门的女双双拉组合 混双杀犀利组合 也被挡在了四强门外 -3月17日完整赛过 -3月18日完整赛程 晚上6点开打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